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 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关注一个 很著名的案件 那个名人的离婚案 也就是这个徐祥呢 和尹莹的这个离婚案 这个离婚案啊 打的时间够长 打了好几年 一般的话呢 这个官司 我们从法院来讲 这官司的审理啊 是有审限的 一般审限是半年 如果呢 超过半年呢 他得专门的申请 今天法院什么院长批准 什么的 又可以延长半年 如果再要延长呢 有的时候还得申请上级法院 上级法院还得这么个过程 但你要延长到四年 延长了六七次 而且往上申请 可能要申请很高级的批准 如果说那个合法的审限来讲 而且这个案子呢 那个法院驳回了 就是我们著名的这个 当时炒股的庄家 徐祥和他老婆 殷盈的离婚案 结果驳回了呢 是不让离婚 不让离婚的 那个理由呢 就是说人家感情还没有破裂 然后到底感情破没破裂呢 实际上大家看了这个呢 很多人都不理解啊 你因为这个 一方起诉离婚 一方说也同意离婚 只是说呢 法院判决呢 分割财产 而这个 如果是两方都要离的话 现在好像也用不着经过法院啊 他只要去到民政部门去登记就可以了 虽然说现在登记 现在多了一个叫做离婚冷静期 让你中间啊 又有一个月的冷静冷静 在当时的话 再早的时候 这个离婚的话 就是到民政部一登记 登记快得很 一登记就离了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诉讼 诉讼离的话 双方都愿意离 这法院 为啥还不判呢 而且不判的时候的话呢 就说他们感情没有破裂 其实这个事啊 如果了解一下的话 这个事 他为什么要去法院呢 他不去走那个民政部门 这法院还折腾这么多年呢 现在这了解一下啊 这就说明什么 这个案件的关键 实际上是在财产呢 你像这个徐翔呢 被判了刑 同时呢 要罚磨 他上百亿的财产 然后呢 还有什么什么 但是这些罚磨财产 这些事儿的话 是徐翔一个人的财产 还是他们家庭的财产 这就差别大了 而且包括呢 你这个徐翔 因为这个事儿呢 我们只是官方罚磨的 他下面的这些钱 还有些借给别人 还有什么的 那么呢 其他人呢 可能还会找他要吧 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大的债务 现在呢 你如果离婚的话 那么夫妻共同财产 就要分割 分割了以后呢 他作为妻子一方 他可以分到巨额财产 他分到的财产很多啊 而这种财产分割啊 如果是你自行分割 你呢 去到离婚的登记处呢 登记 然后自行分割 自行分割 他有时候很难对抗 有法律的司法判决 就这么跟大家讲 所以他为什么要通过法院去离婚啊 法院一离婚 财产一分割 因为法院呢 判决离婚的同时呢 要分割财产 财产一分割呢 意味着什么 这徐翔欠多少钱 国家多少钱 无所谓 因为你知道 他只要他财产不够 你呢 亏空一个亿也是亏 亏空一百个亿也是亏 而这边呢 对于他老婆来讲呢 那个钱就得到了 他原来的那个财产的话呢 分一半 原来的债务呢 可能还是他个人债务 尤其是什么 法院判决他犯罪 承担的罚款 承担的什么 他不是说 他老婆又不是同案犯 对吧 你不能让他老婆承担啊 所以这样 你就明白 这个里头啊 这个离婚是有巨大的财富利益的 巨大的财富利益前呢 做的这个诉讼 所以他们这个离婚是为了什么 躲避这些财产的关系 所以这样的诉讼呢 很多时候在司法上有个名词 把它叫做虚假诉讼 它为了达到一些 其他的非法的目的 做的这样的一个诉讼 而虚假诉讼呢 其实还有些其他的惩罚的余地 所以就是说明白什么呢 这就是说法院的话 看到这样的诉讼 这样的诉讼 其实带有虚假诉讼的嫌疑 起码是他们说 他嫌疑很大 这嫌疑很大的时候呢 法院觉得你们是否 夫妻感情破裂呢 你要是什么证据 说他感情破裂吧 现在他什么证据 他都可以拿得出来 你要是他们俩都想 原告说什么 被告认什么 你要什么证据 我给你做什么证据 对吧 所以这样的状态下 你怎么说他感情破裂 实际上在这个里头啊 我们现在发现 中国的法律要实证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实证 他有些地方 他就是新证 在这个离婚这案子上 他实际上好多时候 是法官的新证 而且法官的新证的时候呢 带有非常大的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就是法官觉得 你破裂了就破裂了 法官觉得你没破裂 那就是没破裂 而且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案子上 就是法官认为你没破裂呢 你双方都承认了 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法官 为什么觉得你没破裂 肯定法官心里头 觉得你这里头有涉嫌啊 为了规避财产关系的 虚假诉讼的问题 所以这个法官就可以说 你没破裂 其实好多时候 到底破裂不破裂 吵得一塌糊涂 打得要死要活的 法官也可能啊 干你不破裂 他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新政的问题啊 怎么去约束你的新政者 你像中国呢 为什么好多时候 他不好采取新政呢 一采取新政以后 就给法官特别大的自由财量权 但是你要求完全实证的话 也确实是 你像对于这种婚姻感情 有没有破裂这件事 这个实证太难打了 包括人家夫妻俩 打得要死要活的 那也未必感情破裂啊 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 吵吵闹闹到白头 经常俩夫妻打得要死要活的 床头打架 床尾合的这事有的是 知道吧 所以就算你打得要死要活 也不可 而且呢 同时这新政的时候 法官也有好多的想法 其实你看我有个朋友 其实感情早就破裂了 但是他收入很高啊 所以他老婆呢 死都不离婚 你要离婚怎么打 就算你说你 进身出户 都不跟你离 因为他知道你挣钱挣得多 你那个到法院打的时候 他老婆就举着农药 你法官敢判我就敢喝 那法官一想 这事儿犯不着对吧 我就不判就是了 你不判你也不能算我错案 因为这个感情没破裂 为破裂 这标准很难定嘛 因为你看中国要定成文法 你这成文法就特别难定 甚至说你分居多少了 就该认为感情破裂了 那人家也不敢人家喝药 像徐强这个就是 夫妻呢 双方都承认感情破裂了 那法官也不认 对吧 所以这个 新政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给 司法者极大的权力 在这个离婚这个事上 我们应该这么说 那个法官的自由财量权极大 然后呢 虚假案件呢 还特多 因为我们也知道 这个假离婚的事很多 假结婚的事很多 这种婚姻关系呢 达到一些转移财产的目的 这也很多 所以这事怎么认定啊 确实有些时候呢 就是一个司法的难点 这难点的话呢 各种制度下 都没有完美解决的答案 只是我们希望的话呢 能走得更好 所以看见这个瓜 有些人说 是否法官枉法 也不能说法官枉法 看见这个瓜呢 我觉得这个判决呢 还是有它这个合理性 比我见得的很多歪的判决呢 好多了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